好 剛剛跟大家講到這個媽祖神機 我有一個朋友她活生生的 她是一個貴婦 她什麼都不缺 照理講應該很快樂幸福 對不對 可是偏偏她就不知道為什麼 得了憂鬱症 她說憂鬱到好嚴重 看到什麼事情都笑不出來 看到陽台就只想跳出去 結果有一天她也是還想自救 她就去白沙屯媽祖那邊 然後去拜拜寢室 媽祖叫她去個寄宫那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還要到寄宫那邊 結果寄宫寫了幾句話之後 她看過各個醫生治療憂鬱症 然後她就是在這邊好的 就是很多這樣的一個特殊事件 死了白沙屯媽祖 那麼多人要跟隨對不對 是 因為其實像我的朋友 她在靜香路上其實非常的久了 然後她的媽媽是在前幾年 因為疾病感染 然後就是有敗血症 我這個朋友就在母親節當天 她就去白沙屯媽祖的大殿 貴窮媽祖說如果讓她的媽媽身體康復的話 她就一輩子背著這個標語 孝順行善不能等愛藥即食 她就背著這個標語 就是這輩子都是媽祖的人 如果沒想到媽祖真的保佑 她的媽媽身體健康康復 所以現在很多自發性 就是不論是這個香燈角的 其他香燈角 他們也會自己手寫這個標語的背板 背著跟著走 那像還有今年就是比較特別的事情 就是香燈角除了我們去淨香之外 還有我們會有自發性的去白沙屯做淨灘的活動 那淨灘的活動呢 這次就是非常棒 就是有什麼海巡署的加入跟醫療團的加入 就是去照顧這些人 結果那個醫療團的總會長的小朋友才一歲多 然後在淨灘的時候 他就看到海邊遠遠的就有一個人在那邊載夫載成 然後大人都沒有看到小朋友就一直比那邊 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大人還安慰他說沒有那個鼠鼠是在捕魚在抓魚這樣子 後來那小朋友就很堅持 就一直比那個方向 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海巡署的人才過去看 才發現說那個人原來是要輕生 然後他們就趕快把他救上來 然後救上來之後呢 就有其他的旁邊的香燈角 就給他媽祖的平安符 叫他不要亂想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那個小朋友回去之後呢 因為干擾到別人抓交替 所以小朋友就發高燒發高燒不止 然後他們就趕快帶小朋友去那個 白沙豚有一個照撫王爺 然後去那邊拜拜 他說去的路上小朋友本來都軟軟病奄奄的 都沒有活力 結果一到那邊拜完那個照撫王爺不到五分鐘 小朋友馬上就活潑亂跳 你們也很驚訝對不對 對非常驚訝 就是神力也很難解釋 他可能是嚇到了 對可是因為他其實已經隔了幾天 然後小朋友是莫名的突然軟趴趴 不能動這樣子 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 1號晚間文藝晚會 請來港星成龍 劉德華 謝霆風獻唱 文藝晚會雖有大咖歌手力挺 但相較於過往的星光雲集 如今香港四大天王只剩劉德華撐場 加上天宮不作美 颱風逼近 原定在紅刊體育館舉行 緊急喊咖改為預錄播出 然而慶祝活動不止老天不賞臉 還被外媒狠狠搭臉 華爾街日報批評港版國安法 讓香港人失去言論自由 《紐約時報》則認為 在北京威權統治下 如今的香港已經完全變調 一國兩制顯然名存實亡 不過面對國際踏法聲 中國外交部隔空開炮 但即便官方措辭再強硬 恐怕也無法挽回香港市民 對北京和香港現況的失望和反感 五年前的香港還聽得健康一聲 如今香港街頭不見人山人海 只見五星旗海 是歡慶還是哀悼 恐怕只有香港市民心裡最清楚 警察排排站 唐山當局的雷霆行動 就是派出武裝警察大陣仗上街巡邏 酒吧夜市滴水不漏 還一路拿大聲攻勸導民眾 派出三名警力保護獨自用餐的女子 引來路人側目 但如此高調 中國民眾根本不買單 怒僻政府只是作秀治標不治本 根本沒有解決針對女性的暴力問題 但各種形式的大內宣還包含這個 將在中共二十大爭取連任的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含見發起徵集民意活動 卻也被懷疑是樣板戲 因為中國網民日前也發起 向二十大建言宣策活動 卻因為留言區充滿抨擊中國當局的聲浪 直踩北京紅線 有人說自己發了一個希望習主席早日退休 到點下班享受晚年生活 結果不到五分鐘就被刪文 不但敏感留言被消失 活動很快就被當局封殺 一個民間的網路活動都可以被監控盯上 更不用說中國當局所謂的聽取民意 恐怕也只是做做樣子 途流行事 須有其表罷了 我們要歡迎這段新的交友來賓友 所謂教室財經專家邱敏寛 惠敏好 大家好 好 戰略專家林廷輝 惠敏好 大家好 介紹的是知識媒體人陳國仁 敏傑好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7月1號香港回歸25週年 習近平說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制度 他相信香港越來越越更好 但是對於我們這個從小就是喜歡去香港玩的人的眼中 真的覺得東方蜘蛛已經完全蒙成了 對 東方蜘蛛香港啊 他的經濟 他的民主 他的自由 全部都完蛋了 就是拜習近平所賜啊 那習近平來了以後你看 來得衝衝而來 衝衝而去 本來連這個前任特首林鄭月娥的晚宴都不敢參加 他被下毒啊 那因為被人家笑 被人家嘲笑了以後 狗不理中只好帶著他太太去吃那麼一頓 然後吃完以後 噗 高鐵又回到深圳 隔天一大早 噗 又回來了香港 然後馬上唯一的行程是去看 解放軍在香港的住居 那你就知道他有多害怕 看完以後 馬上又離開 又到香港去了 那他為什麼會那麼害怕 你看喔 他在演講的時候 旁邊只有四個人啊 這個整個是經典啊 你知道嗎 他旁邊只有四個人 這個多經典 這個大概可以跟普丁啊 這是分兩張的 兩張 第一張是這樣 第一張是這樣 第一張是他來到了這個 西九龍車站了以後呢 他要先演講 旁邊只有四個人啊 你知道嗎 媒體區拉在非常遠 這邊是媒體區 大概有一首歌叫千里之外 他們用這個千里之外來形容嘛 把媒體全部都隔絕在外就對了 當然 普丁的社交距離 我們已經覺得很誇張了 他更誇張 你記不記得 對沒錯 普丁的椅子 也不過四公尺這個桌子 你知道嗎 你看他隔成這樣 那表面上講說是為了防疫 事實上是預防被暗殺了 那除此之外有人說 他是怕被抗疫啊 怕幹什麼 我告訴各位 抗疫的人根本接近不了習近平半步 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要這個去的地方啊 早在兩天前就全部隔離起來了 全部戒嚴了 你要靠近他的小朋友 看見五龍五絲有沒有 還有小朋友在那邊唱歌有沒有 全部在兩天前就已經進到了特區啊 那麼包括 因為當然也是 表面上都是說為了防疫 為了安全等等 PCR 陰性等等 在他們隔離啊 事實上是為了安全 你看三支反恐特勤隊 連裝甲車全部都出來 那顯然裝甲車總不是為了要防病毒吧 當然是為了這個安全起見嘛 那麼他們會那麼緊張的原因呢 也跟一個這個之前呢 在這個六月初 六月初 香港中環有發生 有黑道跟黑道之間火拼的事件 就對了 那後來呢 他們也查到一些人士呢 大概有三個人 其中還包括一個17歲的小朋友 他也所持的也不過是空氣槍而已 然後呢 這38把那個槍呢 大概都是改造的這些槍械嘛 就說裡面有反動標語 說有這個所謂的時代革命啦 對不對 這個標語說 懷疑要對這個習主席不利 用這個做藉口 那習近平為什麼那麼害怕 各位 習近平在當國家副主席的時候 被暗殺了整整十次 2012年還記不記得的時候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那麼一來到了中國以後 習近平本來要接見他了 沒有出來 然後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來了以後 習近平沒有出來 聽說那時候被暗殺背部受傷 他能活下來是因為 那麼在暗殺的當下 有人跟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密報 你知道嗎 那胡錦濤趕快去救人 他已經來不及有受傷 但是還救了他 贏一條命就對了 然後除此之外呢 甚至於還要用車禍直接 用車禍大量的車子 撞擊這個習近平的車子 沒死的話再開槍 要不然的話就是在軍營 在解放軍營巡視的時候 借像沙達車閱兵一樣 下面的衛兵就跟他開槍 跟他打死就對了 所以他很害怕 可是問題來了 這都是他當國家副主席的事啊 就沒想到近四年來 中國還是有人要暗殺習近平 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他黨政軍特 已經抓了一千多個 然後呢槍斃的槍斃 無期徒刑的無期徒刑啊 最近連軍方跟刑警總隊的相關的人 高層都捲入在裡面 而且還有人被打到驅打成招 然後最後呢 甚至於被自殺死掉的 還起出了美制的這個狙擊槍 這些很多暗殺的消息啊 都讓習近平如從驚弓之鳥 他現在出來 我跟你講 我們這次不是看到那個裝甲車嗎 他現在出來 聽說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有裝甲車 然後他的隨附 包括這個武裝的跟便衣的 每次出來要一萬多個人 你知道嗎 保護在他層層滴水不漏 像我們是內衛區 中衛區外衛區 他是一萬多個人在保護他 你想想看 一萬多個人的部隊跟著習近平這樣走啊 那除此之外 有人就推測 這些不利的這個槍支呢 跟這些所謂的行動 會不會跟江派的人馬 尤其是香港的這個主控者 曾慶紅有關係 當然這只是他們的推測啦 因為他們一直認為說 香港是這個等於說 江派的一個大本營嘛 所以這個地方 習近平來到這個地方 之前是這個薄熙來跟周永康要暗殺他 取而代之 那現在會不會是江派大反撲啊 你看從上海大反撲 經濟的大反撲到香港大反撲 聽說習近平之所以整香港 不僅僅是為了雨傘革命 這些年輕人民主派人士而已 也是為了一舉剷除掉江派 尤其是曾慶紅人馬 所以這次來到了香港 匆匆而來 匆匆而去 就是怕被暗殺 好 我們來看看習近平 已經號稱習皇帝了 但是他在香港的種種的作為 讓他覺得說 他簡直就是活在一個恐懼之中嘛 是 難道他把香港整成了這樣 還沒有在他的掌握之中嗎 但我們仔細來觀察 現在中國的經濟 香港的經濟有想像中那麼好嗎 現在呢 最紅的演藝人員 都在減少他們的工作室的量 減少他們的工作人員 那為什麼呢 一來賺多錢政府會查稅嘛 第二個現在也樹大招風 但這時候就重點就回來了 這次習近平到香港去 二十五週年 理論上要辦得風風光光喔 但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中國的經濟 香港的經濟不太好 這時候再去回想一下 習近平的爸爸叫習仲勳 在公元2000年所說的這句話喔 他說什麼呢 先跟各位談喔 習仲勳叫深圳之父 深圳喔 四十年前他是一個小漁村 現在呢 他的經濟體跟美國的紐約一樣喔 他講了 他說你不把經濟搞好 人民他就會逃跑 因為他的生活不好 繳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就會往資本主義去逃 各位這是習近平他爸爸講的 那目前習近平怎麼搞呢 先跟各位說 現在真的是天路人怨 為什麼呢 最近有一個中國的大白象工程 這個地方出了一個大包 這個大包呢 先跟各位說 習近平主導的 這個叫千年大祭雄安心區 在中國北京有兩個大白象工程 一個大白象工程叫做大興機場 這個大興機場 是全世界第一個最高規的 好像五爪型一樣 然後呢 裡面聽說全部都是五區 然後飛機啊 很方便 結果一做好之後 遇到新冠肺炎 他也不太能動 另外一個就是雄安高鐵 雄安高鐵 先跟各位說 雄安高鐵呢 你把他想成是臺灣的親譜 我從北京出來之後呢 到保定就第一站嘛 所以那時候呢 雄安高鐵做好的時候呢 要輝煌有多輝煌 因為他剛好是十字路口 南來北往 據傳是十線十三道 然後那個地方旁邊 通通蓋了新的一個房子 要有多高就有多高 那個時候很多人拍胸脯說 北京的房價那麼貴 從北京做到這邊來 不到一個小時 這個就是未來的希望 可是各位 未來的希望 現在全部破滅了 為什麼全部破滅了呢 一來有沒有人要去住呢 沒有人要去住 二來這幾年 中國大陸發生一件神奇的事情 常常在淹水 特別是雄安 雄安很多的街道 白天的時候是車道 當了下雨天的時候 各位變河道 所以很多人去都說 哇 這地方怎麼住人啊 那現在呢 就出現了非常吊詭的狀況 怎麼吊詭的狀況呢 不是說實現十三道嗎 一天一班高鐵 各位觀眾朋友 你聽聽看 那麼大隻的車站 一天一班的高鐵 那個有多虛味你知道嗎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但你說這麼難過呢 官場有沒有改變嗎 沒有改變 中國有一句話 老闆手頭吃緊 領導拚命緊吃 什麼叫拚命緊吃呢 到這個地方巡視 他要吃 到這個地方任何地方去之後呢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大魚大肉 晚上呢要唱歌喝酒 那現在要抓對不對 要抓好換一個形態 現在呢 三不轉路轉 之前去大餐廳 去那種所謂的KTV 現在呢不要 現在就去什麼私人會所啦 去那種偏遠農家了 我還知道說 原來中國大陸有偏遠農家了 而且特別喔 長官要抓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高級紅酒 高級白酒 放在這個寶特瓶水裡面 讓你看不出來 然後帶去 然後帶去 然後他就說 我們那個都是很素的菜啊 沒有 各位 還是大吃大喝啊 改個明目而已喔 但最近有一件事情 讓大家真的覺得心很冷喔 上海有一座高樓 這座高樓 目前是中國的第一高樓 花了台幣六百五十億 各位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你如果說路上淹水也就算了 我也摸摸鼻子就認了 你居然這麼高的高樓 裡面中黃的美輪美幻喔 下雨天的時候漏水 然後沒有下雨天的時候呢 水管爆他還是漏 所以辦公區他也漏 商業區他也漏 社交區他也漏 搞了這麼多錢 花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我們從上到下 就仔細來看喔 之前講大白象工程 大白象工程不管是雄安心區 還是大興的整個機場 到現在很多人用嗎 也沒有 那我們去看那麼高的一個高樓 他該漏水 他還是漏水 中國如果官方的習慣不變 官僚的氣息不變 先跟各位說 古早也好 那是時機好 那現在呢時機再不好 未來會怎麼樣呢 中國的經濟狀況 只能說他越來越危險 要靠基本功了 那時候基本功一定要做好 不過習近平他堅持清零的一句話 讓上海股市本來在漲又跌下去了 現在該怎麼辦呢 李嘉誠據說 之前是說習近平已經跟他談好 讓他再回來了 但是為什麼這一會兒 這個25週年回歸活動 沒有這樣一個指標人物呢 但是他長子有來 我先這樣講 李嘉誠對於資於香港 或說中國怎麼看李嘉誠 這個叫做生不見底 這個生不見底 是他的財產生不見底 他對於香港人的影響力 也生不見底 所以他一定要把李嘉誠共著 可是這一次呢 習近平訪港對不對 他有這種大合照的環節 那這種大合照的環節過程中 李嘉誠不見了 但是李嘉誠還是請他掌取 李哲俱來 那李哲俱來你看到 他是站在最中間的位置 所以你應該可以感受到說 整個李嘉誠 在香港的影響力 一開始說李氏家族啦 長江實業 在於香港的影響力 對於中國來說 還是一個定海神針 不動神針 那至於李嘉誠為什麼沒有出席 可能一來年紀大 也不適合去那麼多的場合 二來是在這時候 適當的跟中國的中央 保持一點排氣 我們講距離喔 那叫排氣 那做的反衝 大家都在猜測 可是呢 我們要回顧台排氣的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李嘉誠這個人 在中國中央的心目中 這麼的重要 因為他真的生不見你 我先講李嘉誠過去在2005年 在武漢投資的一個實力 這個投資刑法人人都知道 可是沒幾個人做得到 2005年的時候 他在武漢 買了大概20億 大概每瓶44萬的這個土地 後來開發成這樣 你要有概念 中國在2005年的時候 坦白講 不是個投資的好標的物 中國2005年 那時候兩岸剛開始互通 去的人都發現 中國在台幣在中國很大 很好花 到2010年的時候 上海四伯 上海才變一個 非常好的投資標的物 所以你要想看 2005年 那個時候投資上海都先漲 李嘉誠願意去投資武漢 然後在武漢 列了一個2萬多坪的地 然後他這個地 地段非常非常好 是雙鐵共共 然後下面做商場 下面蓋豪宅 可是問題是 也沒有人逛商場 可是他就默默的 持有了10年 10年後賣掉 現賺110億 所以對李嘉誠來說 那時候很多人在分析 他這道投資哲學 中國人為什麼做不到 因為中國地產商貪大求快 就這四個字 他們玩的是現金周轉率 我今天借到多少 我本金可能100塊 我借1萬塊錢 借1萬塊錢 開發完後 我1萬塊 我賺1千塊 我就賣掉 那我這1千塊 再去借10萬塊錢 然後開發後 賺2千塊 賣掉 中國玩的是這種 可是這種東西 在順風順水的時候 很OK 遇到逆風的時候 剉賽 北京萬達廣場 這個畫面是這樣子 有人特別去拍 北京萬達廣場 現在的狀況 你講他鬼城都不為 北京 而且是 北京萬達廣場 是萬達總部 就我們現在看到 你看這三場裡面 是一家商城都沒有開 每一個全部都關起來 那萬達本來就已經要破產了 對不對 那北京的萬達廣場 已經算是他固定收入 現金蠻好的地方 結果因為北京的防疫 你可以看到 一個房子都沒有 然後店鋪 真的叫做十四九空 所以對於北京萬達廣場 這個時候 你可以從這件事情看到 整個中國經濟縮影 那回過頭來談李嘉誠 李嘉誠就是講 他們長江十夜的 我看了他們的現金 他們的公司的負債率只有3% 隨時手上都有一千億以上的現金 所以在這種大風潮的 或是大氣的時候他們是扛得住的 所以也難怪中國要對李嘉誠 特別特別尊敬 可是現在整個中國經濟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除了北京 北京真的很誇張之外 深圳也很誇張啊 我們現在看這是深圳 華強北的現況 華強北現況是空無一人 我們之前聊過華強北 對不對 很多人不太知道華強北什麼概念 你把光華商場 台北光華商場 乘以一千倍就是華強北的 一千倍不誇張 乘以一千倍就是華強北的概念 結果你看現在華強北 空無一人為什麼因為疫情要清零 所以華強北又是南來北往 然後大家貨物來等等的地方 所以中國也很厲害 直接把華強北整個封起來 裡面人不准出去外面人不准進來 什麼玩業嘛 我賣手機賣到我要住在手機店裡面 因為他們現在在抗議啦 所以一定要出來 那華強北過去的有多厲害 這個故事值得大家覺得說真的太厲害 最近的新聞 有一個網友叫小新 我不特別講的名字 他在英國倫敦 念很好學校倫敦政經學院 然後呢 4月22號的時候 他下課的時候 忽然有人騎摩車 飛車檔 英國的飛車檔 把手機iPhone搶走 搶走之後 當然報遺失啊 報等等的 結果呢 因為iPhone有個功能 叫做Find my iPhone 就看手機定位在哪裡 4月22號被搶 5月13號 發現在華強北的一家店鋪 出現他手機的訊號 你什麼概念 這個東西哦 你看哦 總共幾天 這8天嘛 然後加13天 他21天 你買淘寶到倫敦都沒那麼快 你手機在倫敦被偷 然後21天就出現在華強北 然後出現在華強北 他就把它全部拆掉 拆掉零件 就看 都賣 都賣 就殺豬件嘛 我們叫殺肉件 或殺豬件嘛 所以呢 你看華強北過去是 這麼的繁華 現在是空無一人 北京是天子腳下 現在天子腳下 一個人都沒有 請問中國的根基會穩嗎 而且叫清零是很難的嗎 真的繼續要這樣子拖累經濟嗎 我覺得隨便營 真的想不清楚嗎 但是現在更大的問題是 銀行有錢 領不出來 錢全進去了銀行 就是銀行的嗎 我們現場來看一下 因為我曾經在大陸注點過 來在大陸很正常 隨隨便便就是 都是銀行卡 每一張都是 裡面都可以放幾百萬 都沒有問題 可是呢 現在重點來了 出問題的是這種卡 我剛好也有 我們注意看上面有寫的 這個他們寫的有沒有 浙江省農村信用合作社 他們就是類似臺灣的農會 然後呢 這種銀行呢 資本小放貸快 所以呢 他都外面的又再換一個名稱 叫做銀行 但是這個卡問題來了 你有卡 他到處你這個卡的類別不同 你不准使用 再來 卡有什麼類別啊 卡有類別 來來來 我再給你們看一下 來 你看齁 這兩張卡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臺灣卡有沒有類別 沒有 臺灣卡完全沒有類別 所以我說 就是提款卡 中國蠻好玩的 因為是中央控管 他講的是農民革命以後 沒有人不應該分三六九等 可是銀行卡就分三六九等 我們兩張卡 我來看一下 我把卡要折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你沒有幾百萬 來看一下這兩張卡有沒有 你看得出來差別嗎 是不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卡 我告訴你來 我看一下 這張卡是一類卡 這張卡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 我要存多少錢 提多少錢 匯多少錢 都沒有問題 一類卡 這張卡一模一樣 二類卡 對不起 二類卡是有限制的 我一天啊 只能提領一萬塊 超過一萬塊 卡鎖死 如果一年呢 最多十萬 所以這張卡 你是哪一種卡 你馬上人就被分類了 那一個人呢 在我們以前早期住典的年代 你要拜一拜十張 兩百張都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啊 他就只能讓你一個人 就只能辦一張 那好玩了 我這張卡辦完以後呢 以前台商啊 最可憐就在這邊 錢啊 如果我們要從地下匯隊 哇 那被人家拔三層皮都不止 還有知道是你家有錢 那萬一是找黑隊做地下 黑道做地下匯隊的話 人家是不是就只要說 錢是匯到你家來的 會找你 所以很多小型的台商啊 不敢找地下匯隊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 就像我一樣 我們以前那時候就這樣子 不停的去辦卡 我一張卡一張卡 一年 可以提十萬人民幣 我就在台灣提錢 譬如說我要安家費 對不對 我在大陸賺錢 在台灣加小要用錢 我就幫他辦這種卡 那很簡單 他就在台灣提錢 一年可以提十萬 一張卡提十萬 兩張卡二十 三張卡三十 夠不夠家用了 夠了 好囉 老公不是白癡呢 他發覺原來你們都用這種方式 就把錢就給我洗出去 我完全都沒有收 也沒磕到稅 也沒有收到匯費啊 什麼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後來改了 哦 今天你陳國元 不管你名下有十張卡二張卡 五十張卡 沒有關係 對不起 你陳國元名下 一年只能在境外提十萬塊人民幣 你看從一人一張卡 變一張十萬變成一個人十萬 那是不是就馬上限縮你了 那限縮還不打緊 他現在要做到金融掌控 其實我說真的 這次出問題的這個 都是這種所謂的農村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 其實這種東西在大陸出問題的很多 為什麼 我們一個大陸這種村政的農會 他們一個人叫村支書 他就可以決定你 要不要進行放貸 村支書大概就是台灣的里長 里長 台灣里長哪有那麼大的 里長決定可以放款 你不要想看村支書 村支書隨便一個動員 習近平也是從村支書開始幹起的 他是等於是基本官員的搖籃 村支書的力量很大的 他動不動跟你講說 那不然以後我們的農改 金改 我發動農民去跟你抗爭 你敢不敢 沒辦法 好 他開始進行放貸 但是放貸太大了 問題是中國的 我們知道今年的GDP 二零二年的GDP 保五都已經非常困難可能甚至跌到四以下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呆帳一狗票啊 他沒辦法 他只好拼命的開始做清盤的動作 清台商 你知道嗎 台灣人真的很可憐 去大陸啊 賺錢了以後呢 最後還要被台商 還要被大陸再扒一層皮 你說領不到錢 這只是大陸的人民的聲音出來了 你知道台商有多少人更慘嗎 他現在開始親你大陸的賬戶 你台胞證是不是這幾年 三年都已經台胞證過期了 很多人都過期了 他就直接把你賬戶凍結 賬戶凍結以後呢 你的錢全部都卡在裡面 你只要人回不去 你就無法解凍 這還不打緊哦 接下來他還要偵測你 的匯款行為 因為現在大陸都用電子支付 非常的盛行 所以譬如說我要匯款給寬哥 精彩囉 匯五百一千五千沒有問題 匯一萬登登 銀行客服人員就發微信問你 陳先生 你為什麼要發給寬哥一萬塊錢 請問你這一萬塊錢是合法所得嗎 有沒有繳稅 我反正就沒事了 我那天剛好賣了一隻手機 賺兩萬塊給他 很容易就已經蠻混過去了 有一天寬哥需要掉頭寸 然後這下子他要花十萬塊跟說 國委員可不可以借我說 沒有問題 我馬上轉給你 十萬塊一轉給寬哥 噔噔噔 我的這張卡 譬如說我用這張卡 匯十萬塊給他 這張卡作廢了 為什麼 匯費 馬上被凍結 他就開始問你 而且這時候不是微信問問你了 電話打來了 陳先生 請問一下 你這張卡剛剛匯款十萬元 你這十萬元有沒有在中國境內報稅 你是從哪裡來賺的十萬塊 薪資所得嗎 那你有薪資扣稅證明嗎 營業所得 那你的店鋪有繳稅嗎 沒有繳稅 那很抱歉 這十萬塊錢 目前中國政府會把你扣壓下來 你也不能轉給寬哥 他在跑三點半還不能 等到你去把這個稅繳清了 這十萬塊錢就可以轉給寬哥了 你趕快去繳稅啊 而且都很客氣 有那麼缺錢嗎 前程到晚用笑的跟你講啊 跟你講趕快去繳稅啊 如果你沒有繳稅 這個錢就被扣在銀行裡 所以大陸現在的狀況 其實非常非常的複雜 因為呢 錢全部呢 通通都一直不停的在黑市的流動 所以問題習近平 可是繳稅不就一年繳一遍嗎 我以前在大陸曾經開過一個餐廳 要繳稅 講出來觀眾朋友嚇死 我個人所得稅要交百分之二十五 我營業店鋪的稅要交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說我賺十萬塊錢 我有四十五萬交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十萬塊賺四萬五就要繳稅 實際只有五萬五 扣除一大堆的費用 所以大陸呢 比台灣還可怕 萬萬稅以上 而且是每根稅裡面的共產主義啊 沒辦法 全民共享啊 其實大陸現在通膨很厲害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大陸通膨很厲害 那問題是他不能一直在印鈔票啦 所以他沒辦法 來來來來 你有多少卡 我每張卡都把你好好的檢查一下 等到你哪張卡裡面 通通的錢都給我繳稅了 你再拿去用 這次環太平洋的軍演蠻精彩的 各國秀肌肉 其中韓國的表現跟往年是截然不同 對 韓國這次在這個影習院上臺之後 的確在這一場這個環太平洋當中 就這個做了一個非常這個紓誠的表現 怎麼說呢 我們知道這次環太平洋軍演是從疫情恢復以來 當中最大規模的 為什麼說再大規模 因為這次的話動用三十八艘的水面艦 然後有四艘的潛水艇 然後有九支的陸軍部隊以及一百七十架的軍機 還有二點五萬的這個所謂的士兵來參加這樣的一個軍演 那當中其實除了美國之外 其他國家大部分都是三艘水面艦 或是兩艘水面艦 甚至都是 很多都是一艘的 那日本來講的話這次是兩艘 結果沒想到今年的韓國竟然出動三艘 他跟澳洲是一模一樣的都出動三艘 所以看得出 韓國非常重視這次的軍演 那也表達說他願意支持這個軍演 那不過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韓國看點之外 大家知道說美國這次出動的首次的 用所謂的無人艦 那無人艦有包含海獵 海鷹 還有這個遊記兵 牧羊人號 那你知道這個遊記兵多厲害你知道嗎 就直接從這個無人艦上面 就可以發射這個標六飛彈 你知道說這個無人艦 他航行可以航行四千多公里以上 都不用那個人去指使 他自動導航的概念 然後上一次曾經有做一個試驗 就從美國的東部 然後繞過巴拉馬運河 然後到美國的西部 然後另外也從美國西部 同樣的途徑再回到美國的東部 那除了在進入到巴拉馬運河中間 有人在指揮之外 其他的在海面上大西洋 太平洋也好 都是什麼都是這個無人載具 無人艦自己航行的 自己偵測的 那你也想說會不會撞到其他船 不會 因為他自己有避開其他船的一個相關的 這個像特斯拉的這個模式一樣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東西很小 所以你在雷達上面看起來很像漁船一樣 所以這次美國他刻意派這個東西出來的原因在幹嘛 因為我們知道說無人載具這個東西 在烏克蘭戰場上面發揮了很大的效用 那現在要對付中國來講 中國不是有很多船嗎 那我今天來講先派這個哨兵出去 然後其實中國都不知道我我已經來了 事實上就在旁邊了 甚至於說他可以攜帶武器 我剛剛講像那個這個 郵寄兵號就可以發射這個標六飛彈 就是把對方的軍電摧毀 你不知道飛彈是從來來的 所以就是說這一次的軍演當中 就在實證這樣的一個作戰方法 還有另外一個 大家說這個軍演是不是跟台海是有關係的 的確是跟台海有關係的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操演的科目叫做濱海作戰 那濱海作戰在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說他的部隊呢先在他的空中 運用他的這個空中的優勢呢 然後降落到這個島嶼上面之後 然後在這個島嶼上面呢 這個佔領了之後呢 再馬上去趕快修補了這個檢疫的這個機場 然後由這個F-35下來之後呢 還有包含這個什麼西礁山洞 把這個海馬斯多光火箭載下來之後 再去用海馬斯多光火箭去炸另外一個島 另外一個島在控制之後呢 再由這個什麼部隊再派過去 也就是說他以往來講我們講說都是大規模的部隊在行動嘛 那這次來講的話 他們是用化整圍林的概念 就是小部隊小部隊小部隊 那這種是適合在海戰當中去做進行躲倒的這個演練喔 那跟這個在陸戰的這個大規模不一樣 所以我們知道說 中共他習慣了採用所謂的人海戰術 採用所謂的大規模的作戰方法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環太平洋軍演 雖然大家都很就是說他的規模是很大沒有錯 但是他在演習科目當中呢 就採用這種所謂的化整圍林的方法用躲倒的方式用跳倒的方式 然後用這種所謂的冰海作戰的方式來演練 未來如果台灣附近的島嶼可能被躲了之後 怎麼再把他躲回來這樣的一個科目 所以這個針對性是蠻強的 大家都會這樣解釋對不對 好來看看剛剛國元講到了中國的真實面貌 每一個銀行往來的錢 都會再三確認是否繳稅了 另一方面通膨的問題也非常的嚴重 但您可怕更難想像的是錢領不出來東西越來越貴 之餘他們的工作時薪倒退回到了八零年代 中國現在的時薪平均官方九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是多少呢 折合台幣大概四十塊左右 但事實上呢一個一個來跟各位說 今年是龍年公元兩千年的大學畢業 所以今年的人特別多 今年單單大學畢業生高達一千零七十萬人以上 但現在中國的經濟不好 所以官方的失業數字聽好 官方的失業數字是全國百分之六 那麼年輕人的失業數字是百分之十八 所以各種所謂的就業的光怪陸離 一則又一則的一個發生 最近呢因為房地產現在大家都在全力促銷 那全力促銷沒人來買廠子很冷清嘛 所以這時候就要做點小手腳 怎麼做呢 找臨時演員 深圳最近就找了一群臨時演員 那這些臨時演員呢 他們就來這邊看房 假裝看房 結果臨時演員假裝看房 看來看了居然自己爆料 爆了什麼料呢 你要來看房子呢 對不起 你要拿出你的存款證明 為什麼呢 你那邊來瞎看你都不買的 那乾脆不要來 那存款要多少呢 通常存款要三分之一左右 如果一間房子是臺幣 大概一千五百萬級的 你大概要拿五百萬的存款證明 那如果是三千萬級五千萬級的呢 你就要拿八百萬一千萬的存款證明出來 那很多人會說奇怪了 要幹嘛拿那麼多呢 惠米 因為今年的自備款拉得很高 現在的銀行貸款不好辦 你如果真的沒有足夠的錢的話 你真的想買 你還辦不下貸款的 這是很大的一個麻煩喔 然後這些臨時演員就說了 我們這樣子工作工作了一整天喔 薪水跟各位說喔 你拐騙的是那種幾百萬幾千萬的喔 薪水一天臺幣七百二十五塊 這個在深圳 結果深圳的這些人講完之後呢 現在更好笑了 蘇州的人不高興了 蘇州人說你們廣東做臨時演員 一天還有七百二十五塊喔 我們這邊只有三百七十五塊 而且我們多慘你知道嗎 多慘喔 因為我們這邊的工地好遠喔 我們單單坐公車去跟回來 要花一個多小時才賺三百七十五塊 所以還是你們深圳那邊比較繁華 可是現在鐵真正的數字 是告訴我們什麼呢 現在打工人排滿街 現在剛開始暑假嘛 對不對 很多的學生 不管是高中畢業 不管是大學在學還是就業 很多人都出來了 想說要找個臨時工 那個臨時工排滿街啊 結果那個臨時工排滿街之後呢 出現那種很慘的事情喔 剛剛不是特別跟各位說嗎 全國平均是多少 官方說要九塊 根據香港的法律跟臺灣的法律 你如果薪資低於這個數字 廠商是要罰錢的喔 結果那個地方直接跟你說五塊 各位五塊有人要來嗎 五塊有人要來嗎 然後呢 很多人會說這個數字比九塊少耶 他說你要九塊是不是 自己去找 你就自己去找喔 各位坐地起駕 那現在就很多很糟糕啊 很多大學生想一想 不對啊 我去那邊工作 第一個時薪少 然後第二個呢 工作明明十二個小時 他就跟你抱八小時 很多人想一想 乾脆當個躺平主好了 在家睡覺 那各位很多人要上班的 找不到工作都在家睡覺 這個社會的經濟怎麼會好呢 所以就有學者 他就直接說了 他說目前中國的一個狀況的話 大概失業的人是兩億人 然後目前有九億四千萬人 他們的薪資是低於兩千塊人民幣 而其中有六億人 他們的薪資是低於一千塊人民幣 所以六億上面的上一個數字是九點四億 這個數字想想還挺恐怖的 所以李克強現在的李丞相就很著急 他就說要擴大救助 要促進就業 要防止大規模的一個反頻 但各位這個目前來說 這個都呼口號而已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講的是低下社會 對不對 現在中國的高級社會 岌岌可危 什麼叫高級社會岌岌可危呢 現在很多所謂的政府的員工 中間員工 中國當所謂的公務員還不錯 可是現在要減薪 這一減不得了 過去很多人薪水是大概三十五萬人民幣 到四十萬人民幣 則而臺幣一年還有一百多萬 現在他跟你說 我們的錢全部核酸都用完了 然後經濟狀況也不好 稅收也不夠 所以一砍 砍到二十萬 各位這個是在中階幹部 連醫生都被砍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在湖南的遭陽 雲南的遭陽 雲南的遭陽 過去幾年了 各位總共發了一千兩百三十多萬的獎金 過去五年總共發了對不對 現在沒錢 各位有夠夭壽的 你五年前已經崩掉了 現在跟你說 對不起 過去我們有多少 我們有一百四十六萬的獎金是超發的 你們現在要繳回 拜託那五年前錢早就開了 各位去想一想喔 我五年前大家一起超發的獎金 然後現在五年後呢 對不起 那時候是超發的 你現在給我扣回來 各位這件事可以發生嗎 可是各位 這張公文活生生的 就跟你說發生在現在的中國 所以現在中國呢 地下社會辛苦 公務人員辛苦 連公務人員去喝個酒 白酒都要放在礦泉水裡面 但重點是連醫生五年前發的薪水 超播的 拍謝給我通通吐回來 好我們來看喔 現在其實我覺得今年中國的年度代表 這大概出來就是逃 大家都想逃 甚至呢 現在連外賣的工作也要成立黨支部 怎麼回事 應該是這樣講 中國因為他的管理才太畸形的 所以大家都要找生存 求出入 第一個先談這個這個新東方 新東方我們都知道 他們本來就做這個補教業嘛 對不對 做什麼 專門留美之用 所以你沒有老師英文都好啊 高知識分子嘛 怎麼會有個國家禁英文啊 禁止大家出國 很怪 所以這個怪國家呢 就是新東方就失業了啊 一下有六萬個員工被採檢 可是有些是很大牌很大牌的老師啊 你總不能叫他離開啊 未來如果不小心 忽然又開放了 那我還是需要這些撐場面啊 他們想半天就說 那不然我們請這些老師去搞直播好了 真的很慘啊 真的很慘 反正口才也很好 對 口才也好 然後學歷高 然後你看他們講的說 南太平洋 當你在晚自習的時候 地球的橢圓 正在五彩斑然 少年夢想你要親自實現 世界你要親自去看 未來可及 拼盡決定 哇 誰的口才比我還好 他們呢 去搞直播 他們成立一個公式 東方甄選 那這東方甄選裡面呢 你看 他們這直播很有趣 我特別上去看一下 他會夾序夾義 就不是真的像很多 就是賣 賣東西 100塊要不要 100塊 一般直播都這樣 不是這樣的 有文化的 你會秀英文的 然後會跟你講說 這本書是怎麼來的 他這東西的原理是什麼 然後在賣 真的很好喔 後來呢 他不是單純賣產品 他都會講說 你看他旁邊還有英文 告訴你這個英文是什麼東西 賣蝦的時候 順便教你蝦子相關的英文 對 海產英文 知人家就覺得好像吃了這個蝦子 我英文會變好的感覺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呢 他的直播數非常非常的好啊 幾十萬人幾十萬人在看 然後連帶東方甄選的這個股價 不斷的飆升喔 現在新東方自己母公司營業額 大概十幾億左右吧 可是東方甄選剛成立 這半年已經賺三十幾億人民幣了 真的變金基姆嗎 三不轉路轉 好三不轉路轉 那另外一個三不轉路轉的是 包含騰訊阿阿里巴巴 然後京東這些所謂之前被 強烈監管的這個單位對不對 騰訊現在所有好 那我就設立XR部門來搶攻 元宇宙商機啊 其實什麼AR、VR、XR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你也不用搞清楚它 XR就是AR、VR等等的縮寫就叫XR 那騰訊成立元宇宙 好那京東呢要去做外賣 他原本是線上購物嘛對不對 敢去做外賣 可是沒想到他進外賣的時候 又遇到監管 他從哪裡都遇到監管 為什麼 中國要求外送員要成立黨支部 然後黨支部對七百名外送員 去做監管跟指揮 老共真的是無所不管 不過就送個菜 送個便當而已嗎 可是你要跟老共互動過 我跟老共互動過 對他們來說 任何一個有組織的單位 都要監管 為什麼有些宗教在中國是不允許的 因為那個宗教是有組織的 中國是不安全的 甚至呢 連比如講一些脫口秀 要組織觀眾來聽 喔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 也是很不安全的事情 所以呢 任何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影響力的公司 影響力的組織 都有黨的指揮 所以現在外送員拍誰 你可能要入黨才去送外送 這個中國真的厲害 了不起的國家 強國夢 最後呢中國這個 我戲稱為叫做柯文哲條款 為什麼呢 8月1號起中國紀念網路平台業者 對用戶進行實名認證 簡單講你在PTT 就不可以一邊上班一邊玩PTT 對不對 柯文哲網軍條款嘛 他說要實名制 所以你所有的帳號呢 你一定要拿身份證或什麼的 你才能去登錄 你登錄之後呢 你是誰我要抓你 乾乾淨淨隨時抓你 所以現在中國真的無所不管 無所不監督 對於整個中國坦白講 我覺得他們產業是毀滅性的問題 好現在中國你連上網 都要證實名制 台胞現在台胞 不是三年都快過錢了嗎 接下來是要實名制帳戶 對不對 再來接下來你說買房 現在他們為了要促銷買房 花樣一大堆 很多人開始說 接下來可能可以靠著大茶屑來買房子 對 農夫心情的下榮 抱著滿滿的水蜜桃 他要做什麼去買房 因為呢現在大陸的房市 其實已經被打到七零八落 賣不出去了怎麼辦呢 開始找農民下手 農民有沒有錢 有錢啊 要他花錢很難啊 那怎麼辦 買房嘛 那沒有錢啊 誰說你沒有錢 你有水狗啊 只要是你無錫的一家房地產商 就說沒關係 只要你家有種這個 看到沒有這什麼水蜜桃 只要你有種這個 你就可以把一整箱 一整箱的水蜜桃呢 搬到我們房地產的銷售中心來 然後呢一斤十八塊八毛八 這鍋你可以抱一萬斤 折多少 可以折十八萬八 也就是大概九十萬台幣 你可以用水果來抵房費 付首付 那你就可以買房了 可是我說真的啊 怎麼聽啊 都是個噱頭 可是這個噱頭啊 很多人啊 聽一下文章一大鈔 剛剛我們講到說有水蜜桃 對不對 在水蜜桃之前 還有更奇葩的 你看 西瓜 這還是很有名喔 大陸非常有名的一家建商 建商 新城 新城是大陸很有名的一個建商 然後呢 他竟然在推出也是在南京 他說 你家一樣不用怕不用怕 來你家種西瓜 是不是沒關係 一樣一萬斤 抵十萬 十萬 也就是說 抵到將近五十萬台幣的首付款 你就可以用西瓜來付首付 有沒有人去試 還真的有人去試 還打電話去 大陸真的有人就說 那我打電話去說 我們家種西瓜的 也有種水蜜桃的 請問一下 你可不可以 你不用搬來 沒有關係 你人先來看看 進來看看 不用錢 先來看 看完了 你喜歡 我就當你有一萬斤 你要想想看 一萬斤是什麼概念 也就是五千公斤 五千公斤是五噸 我開山東半 那種貨卡車有沒有 我得還要載兩次 載得滿滿的拿去 而且說真的 他把這些水果拿來 不要給誰啊 給誰吃啊 一萬公斤 一萬斤的水果 你吃到肚子突穿了 都還沒辦法吃完嘛 他沒辦法 他其實他就是一種 行銷的一個策略 因為大陸現在其實很慘 你知道以前 我們在大陸還去曾經去溫州做過的專題 全大陸最厲害的炒房客是在溫州 他怎麼炒房你知道嗎 很簡單 這個樓盤 我是溫州幫的人 我可能手中有大概有十億的現金 一億到十億的現金 我一看這個樓盤 你準備要銷售 就這個樓已經蓋好了 準備要銷售了 我就全部進去整棟買下來 整棟買下來以後呢很簡單 接下來利用台灣類似的這種 所謂實價登錄的一種概念 我先左手賣右手 這本來一平米是一萬 我賣你兩萬 再來我再從右手 再賣回左手賣到四萬 突然間一萬的房價變成四萬的房價了 溫州人就要這樣子賺的 這個可以說是經營滿庫 但是呢 後來因為大陸現在在嚴打管你說 你不能這樣子說 人最多就兩套房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這種方式 沒有人買房了 溫州客也都撤掉了 都回家養老了 那怎麼辦 他們就開始動在 還有錢的農民的一個身上 所以他們就說 就小時候這些噱頭來炒 可是我說大陸 美式很多東西都做指標 因為我們在大陸待久 誰很清楚 他們其實都是在說 因為我的空房率太高了 到時候中央一個命令下來 清查 你說這個所謂的空屋率 我怎麼辦 我們做過很多 像什麼內蒙古的 耳朵絲的鬼層 那進去看那個 拜託半夜進去 整片的房子 但是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燈這樣湊齊了 鼓鼓掌 幾千戶 就五個燈 六個燈這樣亮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們避免這種 所謂的被人家再講 我們剛剛又講說 我們最近常常講 什麼雄哀心區 這種鬼層的現象 再被人家提出來 所以他只好不停地去刺激消費 那刺激消費 以後呢 還有更變形的就是什麼 他招 我講了大陸是做一個指標的一個國家 很簡單 我還要收集 優等人才到我們 這個省裡面來 因為每個省跟每個省之間都要來 互相做比較 那很簡單 那我想 如果假設我們寬哥是諾貝爾獎的得主 恭喜你 我可以給你一千萬到我這邊 江蘇來買房子 江蘇現在其實平均的房價 大概就在三百萬到四百萬 就在兩千萬以內台幣的房價 大概在兩千萬以內 他一次給你將近五千萬台幣 吸引你把你的戶籍 落在我們江蘇 戶籍在哪 他就是我這個省的指標了 那我將來再去跟中央要一億 那你一千萬 吸引到諾貝爾得獎這種A級人才 就可以得到一千萬人民幣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很簡單 因為我的指標越高 我就可以跟中央要更多的預算 跟補助 所以我給你小錢拿大錢 那大錢要怎麼用 那就更有學問了 不然打貪打斧 打的這些人怎麼打的 所以我覺得大陸的指標文化 害死一票人 常常做表面的文章 沒錯 再來看一下北韓 北韓疫情已經宣布全部清零 是不是表面文章呢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最近 那麼有一個新聞是什麼呢 是在中國的北京 有一個公安跟一個城管在打架 為什麼在打架呢 原來這個城管 他們所謂的城管 有點像介於我們的民兵 跟這個相關的這個議警之類的 那跟這個公安兩個人呢 因為他要求公安出示他的這個核酸檢測 就PCR證明陰性就對了 結果這個公安已經七天沒有做PCR 這個核酸檢測 結果就完結了 公安腦修成路 就拿起這個手銬 後來還要靠這個城管等等 旁邊有其他城管說 你不能這樣 我們是在執行公務等等 你不要為難我們幹嘛的 那這段影帶激起很多人的公憤 那大家一定會想說 一定是公安營 因為公安比較大 城管比較小 公安有公權力 城管老百姓 那公安有手銬 結果最後 因為影帶上傳了以後呢 激起公憤 你要老百姓要做PCR 一天要做一次 一兩天要做一次 結果你這個公安 負責執行公務的人 七天都不做 最後那中共當局礙於這個民怨 所以只好把這個公安呢 把他收押 為什麼呢 因為他違規使用警械 就是你用這個 比如說手銬就靠人家 用這個名義把他這個抓起來 那個被用黃愛公務移送的那個城管 反而沒有事啊 那除此之外呢 在這個北韓 北朝鮮啊 北朝鮮最近呢 因為他疫情非常嚴重 已經嚴重到不知道多少人 那個確診 不是說清零了嗎 清零沒有錯 對啊 清零很簡單 只要我說零就零啊 你知道嗎 那很簡單 那結果有一對夫妻啊 大概二十幾歲而已 脫北者他想要偷渡 想要偷渡到中國去 你知道針對脫北者要偷渡的人啊 北韓二話不說 直接開槍就把他們兩個夫妻擊斃 擊斃了以後 到底來講人就死了嘛 死了以後你就算了 就不要那個嘛 你就把他收屍嘛 不是的 他們就把這對夫妻的這個屍首啊 把他打死以後的屍首 撲屍在那個地方 你知道嗎 不准收屍 為什麼 因為要這個引以為戒 要讓其他的這個老百姓呢 想要偷渡的啦 那想要這個等於說 這個脫北的人啊 那麼引以為戒 就這樣整整鋪屍了十天耶 鋪屍十天了以後 才把他們夫妻的屍體給挪走啊 警方在店內進進出出 只見兩名女房仲神色驚恐 鋪著自己的傷口 被攀扶上救護車 從沒想到砍人的嫌犯 會是自己的同事 事發在新北新店區一家連鎖房仲公司外 動手的無姓房仲工作才四個月 卻跟陽姓店長為了公事相處不愉悅 疑似得知要被辭退才會持刀攻擊 三名同事勸架遭撲擊 分別在手指胸口和左肩中刀送贏 幸好受傷的三人治療後沒有生命危險 內部員工低調不願回應 只是房仲工作不保 就怒砍同事血劍加盟店 這下恐怕真的要被炒魷魚 那除此之外 之前疫情非常嚴重怎麼辦 沒有藥啊 沒有藥沒有疫苗啊 那怎麼辦呢 那當時聽說是金正恩的太太李學祖 想出來辦法把他們的家 跟之前中國 O.N他們的這個相關資源 他們的一些藥品 就擺出來PO大內宣的宣傳帶 意思就是捐出來 然後把這些藥品全部捐出來 這個領導人把國家 跟他們自己家裡面的所有 全部捐出來等等 李學祖捐出這個藥品 然後金正恩 寒情默默的看著李學祖這樣子 結果搞了半天這些藥 根本不是什麼抗病毒的藥品 不是啊 是中藥 中藥沒有關係 如果你捐的是清冠一號 還是這個等於說清冠水藥 那也就算了嘛 不是的 他捐什麼東西呢 他弄出來的這些中藥呢 事實上大部分都是腸胃藥 那問題就在於你腸胃藥 要去對這個Omicron對這些病毒沒有用嘛 沒有用了以後呢 糟了 就老百姓開始怨言都出來了 開始幹咬 開始罵人啊 對咳嗽沒有幫助 對那些東西怎麼噼哩啪啦的怨言 一大堆來嘛 來了以後 這怨言後來就傳到那個負責文宣 後來發現情況不對 終止了這個所謂的送藥的整個過程啊 不能再讓送下去 送下去 但是問題又尷尬為什麼 不能讓金正恩知道這個事 知道的話會很生氣啊 你知道嗎 給你們藥你們還在罵我 還怎麼樣搞啊 怎麼可以呢 那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在北韓啊 那非常的困難啊 那除此之外 事實上呢有些時候啊 那麼這種北韓老百姓啊 北韓藥